六月的风烧来了属于下的消息 这里是江西永修 行于其间时空流转 翩然入梦 云居山青山映着绿水 有着避世脱沉的静谧 位于山巅的珍如禅寺 距今已有千年历史 僧侣塔林 名胜古迹 比比皆是 百花谷被誉为人间仙境 瀑布带走了下的炙热 只留下了清凉与惬意 龙原峡是南国的九寨沟 欲聪聪的山脉 轻可见底的溪流 俨然一处室外桃源 来到这里 不妨返璞归真 欲擒山水 过几日咸云野鹤般的 诗意生活 时光不语 国已成熟 初夏时节的凤凰山桃花园内 桃子挂满了枝头 摘一个熟透的桃子 轻轻舀咬上一口 香甜多汁 回味无穷 除了奇秀的自然风光 永秀的夏天还属于无城 这里有中国最美水上公路 水中有路 露天以色 赤脚穿行 浪花叠起 宛如走进了童话的世界 沐浴着清凉的湖风 观候鸟 赏湖景 候鸟小镇的夏天 是一幅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 记得登一次望湖庭 静听千年古镇的回响 一切烦恼顿时烟消云散 千年古无城 万里鸟天堂 这里新建的会展中心 宛若天边飞来的一只百鹤 熙熙在湖天一色的深水之间 建筑之美 无处不在 知青故里 则唤起了一代人的记忆 身处其中 仿佛回到了六十年代的农村 红色标语 文化馆等 形成了一道道 极具年代感的特色风景 云居之巅 一山而建 四周山西环绕 鸟语花香 来龙鸣瀑布踩踩水 领略田园风光 体验自然生活 你一定会不舍归去 明湖 明镇 明山 明寺 永修的夏天 有你憧憬的诗 和远方 欧 kör 明天 不 reform 斬 明天 明天 没有 我们 能